雁峰公安成功捣毁电信诈骗团伙 经研判发现一电信诈骗窝点位于你所辖区 近日,雁峰公安分局根据衡阳市公安局主要领导的指示 对辖区内近期所发的电信诈骗案件进行综合研判 根据发案特点及受害人提供的相关线索 发现一电信诈骗窝点极有可能位于广场派出所辖区内 并迅速下发研判指令 9月6日下午,接到研判指令后 广场派出所所长伍德开 副所长王熙凯立即带领办案民警精准出击 成功捣毁位于环城南路大西门巷内某居民楼内的一处诈骗窝点 在此窝点内抓获一任某生为首的涉案人员 10名涉案人员经依法出谱查明 该糖果涉嫌黑恶犯罪、电信网络诈骗等重大犯罪